哈喽,大家好,欢迎收看老无数电影,我是凤姐,一个喜欢看电影,用而吐槽电影的软妹子,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单身寡汉跟一桶奶牛的故事,故事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,一队八路军住所在一个山村里面,随他们一桶前来的还有国际友人捐赠的奶牛,奶牛奶水充足,奶水供给八路军杀兵作为营养,可不久,消息得知,日本部队即将逼死。 一进山村,八路军情急之下撤退了,临走时把奶牛托付给了村民喂养,但站着时期别说养一个牛,就连养活自己都难,谁也不愿意接这个苦差事,于是村民们便以捉红豆的方式选出养牛之人,村里的一个小寡妇替牛二捉中了红豆,当然,已经有一头牛的牛二是拒绝的,在百般无奈之下,村长站出来主持公道, 只要牛二能养这头奶牛,就把小寡妇许配给他,单身几十年的牛二一听,当然是很愿意的,就这样,这个幸运的苦差事就落户在牛二身上,牛二为了把牛藏好,不让鬼子发现,他把牛藏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,几天过后,迅心又残暴的一幕展现出来了, 村民们都被小日本杀死了,还包括已经许配给牛二的小寡妇,一转眼,曾经热闹的村庄,现在只剩下牛二和那头奶牛,牛二只能面对事实,跟奶牛相依为命,还跟奶牛取名为九儿,九儿就是死去的小寡妇,本以为牛二就这样过着安稳的生活, 可谁知,另外一支日本军队,也悄悄走进了村子里,牛二誓死保护奶牛的安全,与小日本发生了冲突,还好被赶过来的一个游击队,把小鬼子消灭了,牛二和奶牛侥幸活了下来,之后他决定留在村里面,可没过多久,村里面来了一批难民,牛二好心同情他们,挤牛奶给难民冲击,没想到,难民越来越多,奶牛也因挤奶过多, 生病了,难民当中有几个不怀好意的人,把其他难民都赶走,几个人却留下来,想把奶牛杀死,吃牛肉,还好奶牛力气大,逃脱了魔掌,可谁知,刚逃出魔掌,又掉进虎穴,牛二在半路遇上了土匪,奶牛被土匪当作配种工具,后来牛二和奶牛侥幸逃脱,牛二决定带着奶牛上山常驻,从此不再下山,直到几年后的一天, 一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山下路过,于是牛二带着奶牛去找他们,想要把奶牛归还给解放军,奶牛给牛二养了几年,也算是完成了当初派给他的任务,可当初的解放军并不是现在这队,于是现在的队长就做决定,把奶牛送给牛二了, 临走时,牛二还请求队长给他写几个字,牛二之木,故事的最后,牛二和奶牛生活在山上,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,故事也到此结束了,故事告诉我们,其实畜生也是有灵性的,只要人们善待动物们,他们也会善待你的,好了,喜欢视频的朋友们,记得关注我哦。 谢谢大家。 感谢观看